我国国会今年初三读通过了修正案 将网络跟踪骚扰列为刑事罪 是的 这项法案生效之后 第一名被告今天正式被告上法庭 这名被告涉嫌在七年前就开始通过网络 骚扰受害者 期间不仅发送淫秽内容 还曾经跟踪受害者回家 法庭最终下令被告到医院接受 一个月的精神治疗 被告一线深大批媒体争相拍摄 因为这是我国首次有人在网络跟踪骚扰罪名下 被控上法庭 身穿灰褐色上衣的被告沙菲克 今年37岁是一名兼职设计师 控状显示他从七年前 也就是2016年开始 就透过网络性骚扰一名三十来岁的女摄影师 根据媒体早前报道 他除了多次发送讯息 更传送色情影片 甚至跟踪受害者到快餐店和住家 让受害女子感到困扰和恐惧 副检查资源隐形式程序法典第342 预令被告前往霹雳污鲁禁打的幸福医院 接受精神治疗长达一个月 案件下个月7号重新过堂 由于受害者指控被告跟踪他远赴英国 因此被告今年4月已被英国警方逮捕 当地法庭原定6月审理 但被告却在保释期间潜逃回我国 因此被英国警方列入黑名单 有鉴于被告记录不良 副检查司因此要求法庭别让被告保释 被告律师则透露 他的当事人其实目前已在吉隆坡中央医院 接受精神治疗 他们会遵守庭令将被告转移批力 接受心理专家治疗 同一时间受害者也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 禁止被告在案件了结前 进一步做出骚扰行为 我国国会下议院是在今年3月底表决通过修正案 将跟踪的定义从原本的实体跟踪扩大到网络 也就是说透过网络跟踪骚扰也能构成刑事罪 法律生效后 沙菲克是我国史上第一个在刑事法典第507A 跟踪骚扰条文下被控的人 对未来类似案件将起到标杆性作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